所以焦點只要來看到 在台北市這名88歲的老先生 他是把單行道當成了單車專用道 是一路逆向騎車 而到巷口的時候就嚇到一輛機車了 是害得騎士自摔 沒想到老先生還怪被害人 你怎麼沒有停車 單車沿著標線型人行道外側 逆向騎到巷口 橫向有輛機車要左轉 被嚇得急煞摔車 倒在單車老貌面前 手腕膝蓋腳踝都有傷 現場直擊自行車在單行道逆向 並不罕見 形同把自己當成行人 不分方向移動 他有的時候不曉得 他不曉得他就會走過來 不曉得是因為標示不清楚 對他標示沒有標示清楚 他不會看單行道 假車不會看 他都照騎 假車都照騎 肇事老翁高齡88歲 辯稱順向騎車 怕被撞才會逆向 還歸咎騎車騎士 轉彎沒有先停 自摔受傷跟他無關 仍被起訴 過失傷害罪 在逆向車禍現場的一屆之隔 就是台北市的中山北路 像我現在這樣從北往南 騎在人行道上面 雖然跟我同一側的車流方向 是相反的 但是因為我騎在自行車 專用道上面 所以即使發生車禍 還是沒有逆向行駛的問題 單車專用道才可以雙向通行 跨路口時 對於要開出巷子的 汽車車來說 左右兩個方向都得注意 有沒有自行車經過 卻有一輛轎車 以為可以走了 不小心擦撞 右邊騎過來的單車 造成歧視膝蓋擦傷 雖然傷勢輕微 仍然對不公堂 耗費兩年九個月 才貪證和解 法院最後判罰肇事駕駛五千元 替著劉松林 姚家鼎 太陽報導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